可以看到后面这个是陶瓷的部分 其实陶瓷在中国人的历史 出现的时间非常悠久 一部陶瓷历史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 因为陶瓷的产生条件非常的难 三千多年前 其实在商代 我们就已经有了很原始的一些瓷器的产生 从东汉到魏晋时期 它高水平的陶瓷就开始 陶瓷就更加的多了 更加的常见了 这个时候制作工艺就逐渐变得相对成熟 它被提炼出来 东汉开始普遍的烧制 瓷器这时开始进入中国人的世界 瓷器有很多的作用 可能早期是吹具 是碗 是碟 后来它也可以是茶具 是茶壶 是茶杯 它可以是厨具 是餐具 后来它也可以是其他的 它也可以是鱼具 大家知道很多那种特别好的鱼杆 前面就需要陶瓷 然后再比如说 它还可以成为更加精尖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一些耐高温的面板 甚至是一些汽车的陶瓷 片的刹车等等 现在的陶瓷 它可以变成了手机上的一个面板 所以陶瓷有了越来越多神奇的作用 我们刚聊到了 它产生历史非常的悠久 在中国人的历史中 能陪伴我们走过了数千年 那从古典到现代 从传统融入现在的科技 从历史走到此时此刻 就是现在我手里这款手机的背面面板 我觉得 为什么要给大家想分享陶瓷呢 因为它记录了人类科技的一个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其实从以前的简单的陶瓷 到现在高科技的陶瓷 全都是不同阶段生产力的结晶 一般的陶可能700度到1000度左右就能烧出来 然后超过1100就能一些原始 相对简单的瓷器 超过1200就是能烧出来一些相对精致的瓷器 那在烧的时候 可能瓷石 高陵土 石英石 莫来石 等等不同的原材料 高温烧制而成 外表有硬 但是以前传统的那种是里头的陶 外面上一层硬就行了 按照它分的维度不同 有成百甚至上千种 但其中烧制难度有的比较高 其中有几种常见的 比如我们听过青花词 还有那个冰烈文 我们以前背过一句 听过一句诗词 叫做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这句话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 因为最好的天青色 它得等大雨之后 湿度刚好 温度刚好 降人只能等那一场不知何时而来的雨 才能形成那一次精美的这个青花词 天命一般落下的雨 然后最后成了一个传奇的瓷器 烧制的过程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偶尔的意外 然后成了大家刚才提了冰烈文 当然这是取得几个瓷器的其他特殊例子 在这款手机设计里头 他们后面这个瓷也非常的珍贵 因为红色 其实在烧制瓷器的时候 是非常难得的 熟悉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一抹红一眼难忘 在陶瓷界的红色 其实是很稀有 不可多得 因为它代表着陶瓷烧制的一个 比较高的工艺和水平 也因为难 所以没有大量生产 因此他们的产品 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红色对于窑内的温度 对于工匠的手艺 其实要求很苛刻 温度低一点 颜色就变黑了 就没有美感 再高一点 红色又会分解 就色彩就消失了 所以温度得把握得恰到好处 所以也就是因为工艺的难度 导致它成品率 整体度比较低 对刚才给大家讲到了瓷器 它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从厨具 从茶具 从瓷器 各个层面的使用 后来甚至到了 其他的高温面板 鱼具 还有一些汽车的刹车 甚至航天机的东西 名贵的手表 所以瓷器其实出现的历史很久 而且它现在应用的时间很长 当然这个瓷器 不只是在中国说过 后来大家知道瓷器流入世界 从中国传入世界各地 我们知道瓷器叫做Persley 其实还有一个单词 China 中国这个单词就是瓷器 它就是瓷器的意思 你知道在英语中有个说法 说一个鲁莽的人 就说A boo in a China shop 说瓷器店里的一头公牛 横冲直撞 把瓷器全都撞碎了 所以大家知道 China这个单词本身 就是首字母大写 它就是代表瓷器 那也因此说明了 这篇土地上 这个神器的发明 在世界范围内 享有多么高的圣语和欢迎度 所以我刚提到 它对全世界的审美 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比如说 大家所属于南宋的 乳窑的青瓷 航天器省现在所变故 那些高精尖的 这些气质元件 它其实都用的是瓷器的材料 正和下西洋 带走的那些瓷器 瓷器片 现在在曾经去过的那些 国度海岸边还闪耀 其实这就代表了 曾明清文明 从这里发源 走向世界各地的一次延伸 开始是一团泥 后来是精致的碗 盆 罐 瓶 然后呢 开始可能是一块石头 是一片 非常朴素的东西 但它后来可以成为精致的 刹车盘 高温面板 甚至是瓷器手机 后面的一块 非常精致的陶瓷板 陶瓷在遇见你之前 已经走了数千只你 当然它的故事 还会继续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费